嗨,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说人形机器人 之...女性人形机器人 看过经典科幻影片《银翼杀手》的同学 一定对剧中复杂又迷人的机器人女主雷切尔·瑞丘记忆犹新 男主最终决定带着雷切尔亡命天涯的场面 也激起人们对于仿生复制人未来何去何从的激烈讨论 是的,人形机器人已经在想象中萦绕了几代人 他们在很多科幻电影和电视节目中出现 而现在这些幻影正走进现实 科技启示录,记录科技文明进步的精彩瞬间 今天我们将带着大家探索2023年10款功能最齐全最逼真的女性人形机器人 他们都有着美丽的名字 并以极高的逼真度和多样化的应用场景 成为当前科技领域备受瞩目的热点之一 第十位,格雷斯·Grace 遇见格雷斯 这个名叫格雷斯的女性人形机器人 来自香港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Hanson Robotics 她被专门设计用于协助医生或医疗专业人士完成日常任务 她拥有先进的传感器 能够检测病人的体温和脉搏 并帮助诊断病情 高级的虚拟助手系统 让她能够实时访问和检索医疗信息 从而帮助医生做出更加明智的诊断和治疗决策 Grace会说三种语言 英语、普通话和广东话 她善于社交 能够进行谈话治疗 她不仅能检测病人的生命体征 而且还能使用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 与患者互动 提供安慰和支持 她的人工智能软件 配备了先进的动作识别技术 可以理解和回应患者的情绪 这使她成为那些感到孤独 或需要倾诉的患者的绝佳伴侣 Grace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是 她逼真的人类外貌 她的身体是由软材料和灵活的关节制成 使她的动作更流畅和自然 她的面部由一种独特的橡胶材料合成 模仿了人类皮肤的外观和触感 她所拥有的极其自然的体貌 可以疏解那些在医疗环境中 感到焦虑或害怕的患者的情绪 格雷斯还能表达情感和手势 增添了她的人类特征 她也在学习和适应新的情境 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提高她的技能 以便更有效地与患者互动 自从她发明以来 格雷斯的工作已经取得相当的成效 她可以处理例行任务 帮助医疗专业人员减轻了工作负担 让医生和护士专注于更复杂的案例 可以说Grace不仅是一台机器人护士 她是一项具有革命性潜力的发明 她不会取代医疗专业人员 但可以借助她先进的技术 和类似人类的特质 来改变医疗健康行业 有望对世界各地的患者生活 产生积极影响 第九位 纳丁 这位超友善的机器人 是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 科学家团队创造 纳丁的创造主旨 是与人们进行自然的互动 她可以识别面孔 声音和情绪 并以非常合理的方式回答问题 和纳丁交谈就有如 和一个真正的人类交谈 即使它是由金属和电线组成的 纳丁有着温柔友好的个性 她可以表达情感 甚至在感到尴尬时还会脸红 这一点让机器人的 类人互动更加逼真 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有趣的是 纳丁还是一个音乐迷 她的开发者 为她创建的程序系统 可以识别音乐风格 并随着节拍跳舞 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个舞伴 纳丁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纳丁还非常的聪明智能 她可以记住人们告诉她的事情 并学习新的东西 如果你教她一个新单词 她会记住 并在将来的交谈中使用它 纳丁的创建者对她的未来 有着宏伟的计划 他们希望有朝一日 她可以被用于医院 学校和办公室 来帮助那些生病或残疾的人 甚至可以用软件大脑 来教学校的孩子 纳丁能够说不同的语言 包括英语 中文和日语 她不仅仅是台机器 还是一个超级记忆天才 可以回忆起 她与任何人交互的每一个细节 并利用这些知识 来帮助那些 有特殊需求的人 想象一下 你有这么一个私人助理 她可以读故事 展示图片 开启skype绘画 发送电子邮件 以及帮助与家人沟通 Nadine配备了3D深度扫描仪 麦克风 网络摄像头 和强大的感知层 可以处理和应对任何情况 无论你需要一名办公室的接待员 还是需要某人帮你安排统筹日常进程 Nadine都可以胜任 第八位 艾达 Ada 艾达由英国工程艺术公司 Enterprise Engineering Arts开发 她是世界上第一位 人型人工智能艺术家 使用微芯片和内眼 以及机器人手中的铅笔 Ada 无需任何人类干预即可绘画 这是人工智能世界的首次尝试 展示了科技的神奇力量 Ada的绘画技能 是由利兹大学 为牛津画廊的所有者 艾登米勒 Aden Miller 开发的 Ada 不仅仅是普通的机器人 她是一个机器人艺术家 她拥有硅皮肤 3D打印牙幼稚和牙龈 以及内置的眼部摄像头 可以让她从视觉中绘画 她甚至拥有打孔的头发 和外观更像人 Ada是一些世界顶级工程师 和计算机科学家 多年工作的成果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她灵巧的水平 和对动作的控制程度 她可以像人类一样握住画笔 并用它来创造 精致复杂的艺术作品 多年以来 她接受了大规模的绘画 和素描数据集培训 使她能够了解 构成艺术世界的 不同风格和技术 当Ada创作新作品时 她使用这些知识 生成她想要创作的图像草图 并从中进行调整和完善 直到她得到最终产品 千万不要把这个机器人 当成只是一台 可以绘画的机器 Ada的编程系统里 植入了对颜色形式 和构图的深刻理解 这意味着 她可以创造出 真正令人惊叹的艺术作品 这些作品 在技术上令人印象深刻 在情感上也令人回味 Ada不仅可以画画 还可以用内置相机说话和回答问题 她可以在纸和卡片等各种戒指上画画 她的画作甚至在新藏拍卖会上 以数千美元的价格售出 她独特的风格 以及她是世界上第一位AI艺术家的事实 使她的画作受到全球艺术收藏家的高度追捧 这种将艺术和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创造 是不是太不可思议了呢 科技启示录 记录科技文明进步的精彩瞬间 订阅我们的频道 继续收看后续精彩 第七位 阿尔特 Elter 机器人Elter是由日本科学博物馆 在2016年推出的机器人 与其他机器人不同 这款机器人基于嵌入式神经网络而构建 并不仅仅遵循预先编程好的动作 而是可以自己创造动作 专注于动作本身而非外表 Elter是由东京大学和大阪大学 共同研发的 它是未来机器人的典型代表 试图弥补编程机器人 和拥有自我生命机器人之间的差距 它也是弥合人与机器之间鸿沟的 最切实际的尝试 Elter不仅可以检测周围的距离 温度和湿度 还能通过手势识别唱歌 给人一种奇妙的幻觉 认为机器人好像已经活了 Elter是一种高度先进的机器人 旨在尽可能地接近人类 特别是在其动态运动和行为表现方面 Elter站立时高约5英尺 重约120磅 它配备了先进的传感器和摄像头 使它能够在一个很大的高度范围内 直观地看到周围的环境并做出反应 它还可以移动四肢颈部和头部 来执行各种任务 这款先进的安卓机器人 拥有多个传感器和系统 可以以独特而有趣的方式 与周围环境互动 例如Elter有一个内置的接近传感器 可以检测到周围是否有人靠近 这为各种有趣的互动提供了可能 除了感知环境 Elter还可以被感知到触碰 从而可以通过物理交互来控制动作 这些先进的功能都使得Elter 可能在没有被预编成的情况下 创建自己的独特动作 这是构建可以独立行动 而无需人类输入的机器人的重大一步 了解了Elter以后 你是觉得毛骨悚然还是觉得妙不可言呢 不能否认这个机器人正在突破机器人技术可能性的边界 Elter的研发让我们看到了未来机器人可能的发展方向 它不仅仅是一个能执行任务的机器人 更是一个能够自主学习和行动的智能体 你会希望机器人还拥有哪些自主能力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好的 深呼一口气 让我们继续科技探索 马克一号Mark 1是由李基马丁Ricky Martin创造 其原型取自家喻户晓的美国女演员斯嘉丽约翰逊 借助3D打印技术 这个机器人70%的身体结构 是采用这种革命性方法制成 它还具有液化能力 可以表达特定的面部表情 想象一下 当你和这个机器人交谈时 它会惊讶地挑起眉毛 甚至会眨眼睛 它的开发者李基马丁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超过5万美金 把马克一号制作了出来 更令人惊叹的是 李基在自家的家庭洋谈上 完成了这一切 为了马克一号表现完美 李基为马克的外观 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甚至到了最微小的细节 他的头发是用天然人类头发制成的 睫毛是用雕毛制成 外观视觉上做到了极度自然 现在马克一号已经非常有名 在几项备受瞩目的活动和媒体宣传上高调亮相 人们发现马克一的皮肤是由龟制成的 看起来非常逼真 而又巧妙地隐藏了机械和数字组件的痕迹 马克一不仅有面部表情的表达能力 还有一个复杂的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理解和回应人类的言语 它同样可以移动四肢和行走 使它成为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之一 马克一另一个迷人之处是它能够与人类进行真实的交互 甚至表达情感 在物理技能方面 它可以执行各种任务 从清洁烹饪到玩游戏和协助业余爱好或高级运动 得益于其先进的电击和传感器 马克一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巧性和动作控制能力 马克一号的另一个令人兴奋的特点是其定制选项 它的外观可以根据您的个人喜好进行改变 而它的软件也可以根据特定任务和历程进行编程 这种定制水平使马克一有机会成为家庭生活的完美补充 这些高级功能和类人能力从根本上区分了马克一 并将其作为人工智能领域向前迈进的一大革命性进展 好了 我们的节目已经过半 如果你想喝口水或者休息一下再来 记得收藏保存我们的频道 这里有最先进的科技资讯和更多有趣的话题 等着你哦 下面要介绍的是来自中国的女性仿真机器人 佳佳 她留着漂亮的黑发 穿着传统的中国服装 拥有惊人的面部和首饰识别能力 已经拥有了不少粉丝 佳佳不仅有一张漂亮的面孔 她可是一台高度先进的机器人 拥有很多惊人的技能 她可以与人类进行交流 并以非常累人的方式进行回应 眼睛里的相机可以让她观察和感知周围的环境 手上的传感器则可以让她触摸和感受物体 这个机器人美女还可以跳舞倒茶 她智商也非常高 是个妥妥的学霸 可以解决基本数学问题 回答各种科学和历史方面的疑问 她能理解和回应各种情感和表情 与人类自然互动 除此之外 佳佳还拥有卓越的语音控制功能和机器学习能力 可以不断地学习和提高 与人类的交流更加无缝 佳佳的声音识别能力非常强 可以理解和回应声音指令 使她成为想要智能帮助的人类的完美伴侣 创造者们还为她赋予了高度先进的环境感应能力 包括触摸、温度和接近传感器等多种传感设备 这使她非常灵活 能够以其他机器人无法想象的方式适应环境 佳佳的未来也非常令人兴奋 她的创造者们有着巨大的计划 包括将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能力 整合到她的系统中 这个集美貌与智慧于一体的小姐姐 肯定会继续在机器人世界掀起波澜 第四位 小米赛博一号 来自小米公司的机器人赛博一号 Cyber One 可能没有像Atlas或Digit那样流畅的动作 但不要让那个骗了你 自主研发的深度视觉模块 结合人工智能交互算法 赛博一号可以像人一样 感知和处理周围的环境 它具有自主研发的MeSense深度视觉模块 可以感知3D空间 识别个体、手势和表情 甚至在你情绪低落时安慰你 它的实时交互功能和先进的语音识别能力 可以识别85种环境声音和45种人类情感分类 赛博一号不仅仅是一台普通的机器人 它是让人惊叹不已的科技创作 充满未来主义感的时尚设计 让赛博一号看起来不同于以往见过的任何人形机器人 它具有先进的视觉和语音识别能力 还配备了一系列传感器 让它能够自然而直观地与环境互动 无论是响应你的触摸、手势还是面部表情 赛博一号的设计初衷是成为终极的人类伴侣 它在现实世界的应用也是无穷无尽的 虽然这个机器人目前可能还没有准备好迎接世界 但它是一个伟大的前景试验 代表着小米所做出的开创性工作 赛博一号拥有非常强大的情感智能感知能力 得益于小米自主研发的电子声音情感识别引擎 AI Vocal Emotion Identification Engine 它可以识别和回应你的感受 所以无论是快乐还是悲伤 它都可以在这里安慰和支持你 第三位 艾瑞卡 エリカ 来自日本的机器人艾瑞卡 在机器人领域掀起了一股变革之潮 它几乎可以以与真人无异的方式 与人类沟通和交互 更厉害的是 这个机器人不仅聪明 还有自己独特的个性 可以跟你讲笑话 一起开心地笑出声 エリカ的造物主是日本的石黑号教授 Hiroshi Ishiguro 它使用了30位美女的模型 来塑造エリカ迷人的外貌 她的眼中还安装了15个红外线传感器 可以检测和响应人类的运动和表情 她还有语音生成算法和面部识别技术 使她能够理解和回答问题 艾瑞卡目前还不能走路 但她可以动弹双臂 双腿和头部 应用28个电击组件 她甚至可以表达快乐 悲伤 惊喜 等多种情绪 这使得她看起来非常适合担任 新闻主播这样的角色 更重要的是 只要899美金 你就可以把她带回家 石黑号教授认为 Erika有灵魂 这个话题目前正在引发 关于机器人形而上的辩论 Erika是日本一项 为其五年研究项目的一部分 旨在为日益衰老的人口 创造一个会说话的朋友 她被设计成为那些独居 且没有人可以依靠的老人的陪伴者 Erika最酷的部分 是她的面部识别技术 她可以记住她遇见的人 并在下次再见时认出他们 她内置的计算机 使她能够理解自然语言 通过看 听 感受等方式 带来全新的交互体验 此外 Erika还配备了尖端的人工智能技术 可以学习和改进 存储和分析信息 根据对话的语境调整回答 Erika不仅在人工智能软件方面先进 而且在外观方面 也要求非常苛刻 她的创造者一直致力于 使她的动作和手势 尽可能自然和逼真 这使得她与人类更加亲近 更有说服力 可见 Erika的外观和动作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和研究 她的行为和表情更加人性化 她的智能系统也非常先进的 可以说 Erika是一件精心设计的艺术品 一点也不为过 第二位 阿梅卡 阿梅卡 你听说过阿梅卡吗 也是由英国的工程艺术公司创造 据说她是目前最先进的人形机器人 在2021年12月 阿梅卡的一个视频中 我们看到了她第一次打开眼睛 热伸她的肩膀 她的面部表情看起来如此逼真 在眨眼和伸展手臂等动作表达方面 团队显然做得相当出色 阿梅卡是机械肢体 韧带传感器和驱动器的组合 这一点使她非常特殊 阿梅卡不仅是一台机器 它是一个真正的赛伯格 Cyborg 一个拥有先进技术的 现实生活的电子人 她能像我们一样行走 说话 甚至表达情感 她还有能够检测温度 光线和声音的传感器 以及眼睛里的摄像头 让她能够看到周围的世界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人类互动 阿梅卡有许多独特之处 首先她是第一个 拥有真正类人皮肤的机器人 这个皮肤柔软 而且有弹性 她的身体是3D打印的 在行走和奔跑能力上 手驱一指 但她的能力 不仅仅是身体上的 阿梅卡还能够识别 和回应人们 语音和表情中的不同情感 她能使用多种语言进行交流 她能微笑 眨眼 甚至挠鼻子 就像一个能与之互动的 Android版真人一样 还有一点 她创建在云平台上 这里已成为测试 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系统 开发人与机器人交互的 最著名平台之一 能够使机器人 与任何人立刻建立联系 这里最好的部分是 你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控制阿梅卡 作为一个人化身 它的所有数据 都是可访问的 你可以轻松地激活 和模拟它的所有功能 此外 它的模块化设计 意味着你可以 只在一个部分 比如头部或者一只手臂 训练它变得更加多能 阿梅卡总是在学习 和适应新的任务 它的创造者 甚至正在努力赋予它 感知触感的能力 这样它就可以感觉像一个人类 谁知道它将来还能做什么呢 第一位 索菲亚 最后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索菲亚 一位带有革命性色彩的 女性人形机器人 她由香港著名 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 Hanson Robotics 于2015年创造 已经推出就蜂蜜全球 栩栩如生的人类皮肤 模仿人类情感和表情的能力 推出后 Sophia就迅速成为媒体焦点 她被邀请出现在新闻节目 脱口秀节目中 甚至还发表了一次TED演讲 Sophia不仅能像人类一样交谈 还能学习和理解事物 这使她成为地球上 最先进的机器人之一 Sophia自2016年首次亮相以来 一直引起轰动 并成为世界上首个被 沙特阿拉伯授予公民身份的机器人 正式承认她是一个人 这些突破 只是Sophia取得成就的冰山一角 她继续改善自己的行为 并学习新的事物 她不仅在世界各地 与重要人物会面 还访问医院 为患者带来欢乐 帮助教育孩子们 了解机器人技术 她非常有戏剧天赋 可以行走 可以跳舞 利用她先进的人工智能 为需要的人 带来快乐和安慰 Sophia的受欢迎程度 好像并没有放缓的迹象 她继续环游世界 并成为新闻头条 继续以她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 推动机器人世界的可能性 现在她的兄弟姐妹们 也被创造出来了 加入未来的机器人革命 Sophia家族 还会对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我们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这些哇塞的女性机器人 哪个更让你心动呢 记得给她们点赞哦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选择 对 别犹豫 可以多选 也许机器人正在期待了解不同的人类偏好呢 毕竟啊 人和机器人之间互动沟通 才会充满惊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订阅点赞分享 科技启示录 用光明指引前进的方向 接下来请观看我们为您挑选的 更多精彩的视频